去到第二節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剛才長蚊第一節 林研究之前都提過 氣種本身在整個巴士司機辦公裡的角色 最主要就是希望以緩和巴士司機的訴求 甚至在整個過程裡似乎好像做一些 對罷工工作破壞性的一個部分 然後長蚊也說過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就是以工聯會為主義 然後屬下工會本身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工運只是招牌 但實際上是希望做到和諧的目的 很簡單我們都想起五居公投運動 其實非常之神似 這個法民主派裏面一部分的人 以民主黨為首也是這樣 不義之戰 五居公投你搞來做什麼 浪費錢 這是劉卿說的 我為何要遲 我要繼續為市民服務 你們這樣搞是沒有結果的 只會令共產黨更加大力地打壓香港 是不是 我不認為這樣做是對的 這也不是公投 都說了 就和氣種一樣 不義之戰我不會參加的 人家罷工你不參加 人家搞了公投你不參加 結果如何呢 就收貨 是吧 就是這樣 這個問題就是 非常悲哀 新巴工會 新巴工會 罷工人數比較少 所以要暫停罷工 這件事未完 因為他們三個工會都會再商量 看看如何進一步 去想一想 採取什麼行動 很簡單 這個工聯會 是共產黨給錢搞的工會 共產黨對它的影響是無遠忽界 是這個無所不在的 共產黨對香港的政策 就是所謂和諧 社會和諧的政策 社會和諧是不要緊的 但有什麼理由 叫那個人餐餐吃鮑魚雞湯的人 是不是 繼續吃多些鮑魚雞湯 而那個人就是吃這個 糖水滾糖 糖水滾糖魚的人 叫他托給他 你吃少顆糖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行的 現在問題就是 巴士公司作為一個壟斷的財團 我以後會再分析這個問題 但我不要理他 他作為一個壟斷的財團 基本上是天然壟斷 除了鐵路 鐵路可以和它競爭先外 作為公共事業來說 小巴巴士的士和鐵路 最大的兩個財團就是巴士和鐵路 我們普通人一定會搭 這個壟斷性 港英政府不想負責任 公共事業不想自己去投資 不想付出 所以就交給財團去做 財團要做什麼呢 就是所謂有合理利潤 合理利潤的意思是 不理怎樣也好 不理經營好不好 只要他的回報率 如果達不到某一個程度 他就有權加價達到那個回報 這個篩稅就是這樣 所以越少人搭他就越加厲害 現在越加了已經這樣 就脫了折 每一次你搭新車就有興 為什麽洪水失散 西水就暢通無阻 因為西水實實太貴了 大部份的人寧願捱塞車 支付都要去洪水 而實際上因而令到 港島中部的交通坦滿 要失很久 很簡單 公共事業是壟斷的 是我們不可或缺的 必須的 由財團去做 他要保證合理利潤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可以通過不停增加資產投資 拿更多利潤 因為利潤是不變的 資產值一升的時候 就會相應利潤會增加 這就是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些財團可以通過發財的時候 還貪得無厭 還是要壓制工資的增長 還是要用外判的方式 或者用合約工的方式 是揭責而餘 什麽是揭責而餘 然後就是 做到魚塘沒有水 拿魚 寧願死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棄種 作為共產黨控制的工會 為了要貫徹 餵飽資本家 令社會出現畸形和諧 有人要去嚴血壓 有人要通淋巴 去開手術 拿出脂肪 有人就餓得沒有 工人階級的工資 十幾年沒有實質的增長 有下降 他們的利潤率 按年增長是否合理 當然是不合理 第一是為何公共事業的財團 我們不可不容 他們又是天然壟斷 為何要掌握在這些資本財團手裡 實際上現在這些財團通過買賣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小財團 以前中巴還是一個財團 現在由新世界 又做酒店 又做保安 又做起樓地產商 來吞拼了它 變成一個搖前樹 九巴 又是這樣 新世界交通運輸集團 買賣 新巴 成巴 小倫 還未買鐵路 老實說 港鐵有錢的時候 就進去鐵路 買十幾個百分比 港鐵的股票 我們就糟糕了 所以整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連線 第一個就是反對 公共事業由財團的經營 這個必須是公營 公營由公眾監管 他的票價必須 是能夠令到普通人能夠負擔得到 對於一些不能夠 在他的收入 在他的可支配收入裏面 不能夠用到公交易 要進行補貼 對老弱的傷殘 要進行補貼 所得的利潤 可以回歸這個 乘客 即是說 他是要來再投資 而不是拿來當利潤 拿去其他地方都可以 是的 很簡單 現在民建聯 工聯會 只是說 每一次 由九鐵和地鐵合併變成港鐵 他又贊成 是吧 領會 賤價侵吞防署之間 又贊成 全部都贊成 快說 香港說 吃水要私有化 他又贊成 但交水費時 他們又舉手 我成功爭取 吃水私有化 更加轉一算生 就說 吃水太貴 可恥 所以 在這部分 共產黨整個策略 去指揮的 所有社會團體 政團 專業團體 就是贊成一個所謂新時候主義的政策 市場 無需規管 所有要開放給財團 去經營 在工會這部分 本身是應該制止這件事 他是贊成 是這個 這個 吞面治乾 不戰而行 很清楚 整個 共產黨在香港的策略 就是 跪拜在資本家之前 吻他們的竹 吻他們的腳 以求獲得他們的吞末如星 很清楚 這是最卑鄙的 很簡單 民主黨也是這樣 民主黨怎麼這樣說話 現在 是否完全好像沒有發生過 不理 是否卑鄙 可以否甚至說 很大程度 是針對民主黨 是否根本沒有自己的經濟政策 或是沒有經濟理念 或者是傾斜 向新自由主義 或者是右派經濟的一個 路線 民主黨選變還有一個階段 他們的經濟綱領 基本上是有談 但因為他們長期以來 有選民聯繫 過去曾經扮演過 所謂為民請命的角色 即是反對加價 反對工資過低 好像最低工資 即使他們在黨內曾經引起了分裂 我想在第三節我們再講一講 我們到這裡 第三節見 其實 dramatic 你知道 後悷잡 聽到 這 seldom 調整 最責任 zostaまぁ OK 它